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用了几点课时间 说了一下预算符中的算数预算符 因为算数预算符是计算符中最常用的 但是也不代表其他预算符怎么不常用 这点课咱们继续来学习P的预算符 这几个学负值预算符 那复值预算符有哪些呢 咱们看一下 妹子你说复值预算符咱们前面接触过的人吗 等号 等号 那这里边怎么看一下比等号更多的 看这话 基本的预算符号是等号 对不对 就是等于的意思 其实不是等于的意思 看到了吗 它的意味是把右边的表达式的值 负给左边的预算 什么 应该 对 左边的预算源吧 就是变量 怎么那么理解不行了 看一下 不光是一个等号 咱们还有什么 加等 减等 乘等 除等 秋末等 它点等 对不对 那 加紧乘除 咱们数据算数据算符中的 对不对 那咱们可以连在一起写 比如说 复值预算符号 这是上这课 我先去的 看一下 复值预算符号 A等于5 对吧 名字等于 比如说 妹子 拼妹子 看这都属于等号 将等号右边的这个值 当然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对不对 比如说5加几 对不对 比如说妹子有5个 妹子加5 还是多少 还是5 对不对 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负给这边的值 这边的变量 左边的变量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预算符号 但是咱们平时在写的时候 经常连写 比如说 咱们前面说的 A等于 A加1 是不是有这样的符号 对 那为了简便显得 它的作用就跟这一样 A加等于什么 1 它就相当于 $A等于$A加1 看到了吗 那由此可以联想 $A-1 那怎么理解 $A-1 就是字减完之后 再处理自己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所以这样的符号 对于自增几 自减几 经常会这样用 或者自乘几 自除几 自取摸几 对不对 那同样 $A乘以 乘等于1 那就相当于什么 $A等于$A乘以1 其他都类似了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大家不太了解 看一下最后一个 什么 $A等 $A等 因为前面 法老师都学过 对不对 都是一个意思了 对 $A等于什么意思 对吧 那咱们就得研究一下 运算符$A 还记着咱们上上几个课 咱说过的 加号 只做加法运算 是不是这样的 对 其他语言里边 加号还有什么作用 连接作用 对 自乎串 连接作用 对不对 对 那在P2P里把它分开了 加号就是加号作用 要想连接作用串 使用的是点 听懂吧 那比如说有几种用法 看一下 这样 假如说生命一个STR 等于 比如说 妹子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作用串 对不对 然后 这话再来一个作用串 第1个等于什么 这一个胖 漂亮 对 那就打漂亮吧 漂亮打不出来 胖吧 妹子胖了 你看这两个字幕串 对不对 现在我输出的话 可以这么写 点 妹子 再连接 字幕串1 输出结果就把两个字幕串 连在一起 什么 那就是妹子 不是你客户 是妹子的自己 来 网络host 看一下 test 输出的是妹子胖 对吧 妹子是我 胖子是你 胖子是她 看到吗 然后呢 任何类型都可以用点 连在一起 当然了 数组对象连接是没意义的 对不对 比如说连接5 可不可以 接这帮5 可不可以 可以吗 是这么用的吗 你先看一下 是不是就错了 怎么 不要直接连直 但是我可以连接A 看到了吗 这样行不行 是不可以 或者你要想直接连直 怎么连 自幅串的 自幅串的连接用的 对吧 但是其他的能可以放在变量里边 用变量过来连是可以的 看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一样的结果 对吧 所以记住这个特性 自幅串的是可以的 OK 然后其他类型能用变量 那么第二就是连接作物 不参与预算 连在一起使用的 OK 当然咱们后边经常会写这样的程序 比如说写一个 这个变量的值 是什么 这是第二刀了 看到了 这样的话我们经常会这样的写程序 这样的话就把变量是不单都提出来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连接输出的时候来个换行 对吧 这样去连写 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完整的一句话 是连接用的 你看这个变量的值连接A15 对不对 在连接换行 那可以同样这么写 输出 这个变量的值 冒号 $A 然后BR 看到了吗 可以这么写 然后我们 把它扩起来 对吧 这种写法和上面写法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咱们看起来感觉是不是更好一些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单眼号的 这样的下边的就不成立了 对吧 因为单眼号里边咱们前面说过是不解析变量的 是不是这样吧 所以呢 咱们就需要单眼号要求用的时候就得用上面这种情况 对吧 假如说都是单眼号来做出的 要想在一个字母串里边让一个变量显示就得用连接的方式 如果以前看房姐的时候没有逗号 逗号是ICO的作用 这个意思 ICO可以有多个参数 比如说输出这个变量的值 冒号 然后逗号 道路非逗号 BR也是一样的作用 相当爱国一起输出三个 每一个用逗号格开 但它不是连接的作用 是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不一样了 这块这个 怎么呢 单眼号里边不能解析变量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了 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变量值数 就都可以出来了 那这回面你再想点等于什么意思 点等于 嗯 嗯 这块的一边在写的原型 对 连接一个变量做的一种 哎呀 这块 你看啊 我这么紧 什么意思啊 啊 这块不是俩人啊 对 还是一个人 一直都说的就是一个人吗 对不对 一开始的时候是两 一个变量 两个变量吗 一个 一个 那我不把两个连在一起了吗 连 现在是连在一起 妹子胖子 现在是连在一起了 那在这 你看啊 我中间再写一个 $T R等于 写个 是 你看现在说的就不是你和我哥哥 嗯 啊 然后我再输出 那现在输出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 就相当于什么 这个就相当于 这块 $STR 等于$STR连上 什么 连上是 对吧 这个呢 再负给STR 是不是这样呢 对 那这个就相当于 $STR 等于$STR连上 对 胖子 对吧 再负给这个变量 所以跟加等减等都是有个作用的 但是最主要我们是要了解什么 点 是干嘛用的 用途非常的广泛 那以后咱们写程序呢 经常会怎么去写 你看现在的输入结果 计算机 他经常会说实话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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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他不叫你详情吧 那通常咱们在写成语的时候 通常是这么写的 看啊 比如说咱们生命一个 啊 比如说咱们经常会在 P2P是个人是TMR P2P是欠到的 而是TMR中的对不对 对 因为内欠 而是TMR中的一个脚转的 对不对 所以到经常比如这么写 HTMR等于 生命一个 用代言号HTMR 对不对 然后下边HTMR 点等于 斜盖HTMR 对吧 然后再到了 HTMR 比如说 点等于 想要这里边BUTY 然后再到了 HTMR 点等于 这里边斜盖BUTY 然后这里边再 到了HTMR 点在BUTY 比如说这号H1 斜盖H1 对吧 里边这号写上 这是BUT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 我就把这些字幕串通通连在一起了 然后一起去处理 这是咱们经常写的程序 点等于 点等于用的几率 比这里边给我们提供的 其他符号用的几率还大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 点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看一课 字幕串连接铺点 连接铺点 它反对是左右参入连接一起的字幕串 第二参入是连接字幕串 对吧 可以用变量去连 就跟字幕串连在一起 好 那么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跟大家介绍的负值预算户 那总结一下 不光是有等号了 还有加等 减等 成等 初等 全分等 别等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课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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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